好 国际间的重大消息要告诉您的是 美国政坛的文件门风暴现在越演越烈了 因为美国总统拜登跟前总统川普都被指控 私藏多份的机密国家文件 就在稍早根据CNN的报道指出 美国的司法部门在2月1号已经派出了FBI 大规模搜索拜登位于特拉华州的滨海别墅 好 另外呢 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的报道指出 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海力将会定于 2月15号对外来宣布要缴逐共和党 2024总统候选人的提名 海力曾经是前总统川普的部署 如今可能跟川普来竞争白宫宝座 他是中国为美国最大的外部威胁 曾经表示如果任由中国来镇压香港的话 那么中国的下一个目标就会是台湾 另外还要告诉你的是在全美通膨持续走缓之际 美国联邦准备领事会FED 在今天已经宣布要升息一马 持续放缓升息的步调 还要来看到是随着大陆的疫情已经解封了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就是IMF预测 明年开始大陆的经济将会增长到5.2% 大陆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 投回应外国机构对大陆经济成长的说法 他对于中国大陆经济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 我注意到有关报告 也注意到近期多家国际投资机构 纷纷上调了对2023年中国经济增速的预测 在今年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期间 与会人士普遍认为 中国调整疫情防控政策将显著降低 全球经济衰退的可能性 中国的开放有助于全球经济增长 我还注意到世贸组织总干事伊威拉表示 中国是世界增长的引擎 我们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 今年中国经济活力和潜能将充分释放 继续为世界经济注入信心和力量 乌克兰的外长库列巴指出了 预期首波可以接获西方有12个国家 总共有120到140辆的坦克 另外根据报导指出 美国最快在本周也会宣布 要扩大对乌克兰的军援 将首度提供射程150公里的长城飞弹 还有其他的武器 总价值超过20亿美元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他年仅32岁的大儿子岸田祥太郎 最近遭到外界爆料 跟着爸爸到了欧美国家去出访 搭公务车逛景点跟百货公司 而且还大肆买东西 对此岸田文雄也做了解释 他说儿子纯属公务行程 是帮忙买礼品 但其实岸田他的儿子才32岁 就已经当上了首席的秘书官 只要帮老爸管管网站 年薪就有新台币230万 因此也被外界批评 根本就是靠霸祖 他是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年仅32岁的大儿子 岸田祥太郎 官位超高担任首相首席秘书官 最近还陷入特权争议 日媒报道岸田文雄 一月出访欧美 儿子不止跟着去 还爽搭公务车 外出观光 风景美照拍好拍满 甚至工期私用 跑去百货公司 买领带跟手帕等纪念品 让老爸在议会上 被重大乘围剿 岸田急忙解释 儿子买的东西都是他身为首相 自掏腰包要送阁员的礼物 会叫儿子跑腿去买 是因为他认为 这也属于公务内容 青英大学毕业 年仅32岁的祥太郎 去年就因为空降首相 首席秘书官被骂翻 只要经营老爸网站 年薪就有一千万日币 约台币230万 简直超好赚 不知安田 川普家族过去也被批评 靠特权 川普当总统时 前后任命女婿库许娜 和女儿伊凡卡担任 白宫高级顾问 虽然没拿薪水 但大幅提升政商影响力 或许娜妹妹就曾被爆料 在大陆推销投资移民 故意提到哥哥是川普女婿 疑似利用白宫光环 想大赚一笔 川普还被爆料 第一次搅逐白宫 就内举不必亲 一度鼠疫找女儿伊凡卡当副手 还好被劝退 没有成真 记者综合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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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阅明镜